我們開始上課啦 我們今天要上的是第七堂課 資料清理及一個檢疫的驗證規則 大概就是我們收案完的資料 或是我們在key一些資料的時候 因為當然都是人工key的啦 如果是自動key的話都還好 人工key的話都會有一些錯誤 那我們就是要來把這些錯誤給抓出來 這樣可以嗎 那常常就是遇到一些錯誤可能有幾種規則啦 一種就是不正確的數據 通常年齡大於一百... 就是我們正常的話年齡很少大於一百三十歲以上 那大於一百三十歲以上應該算是奇蹟了吧 對,那再來是一種不準確的數據 就是這個可能抓不太出來 就是在key的時候 他其實實際年齡是五十歲 但是我們把它key成六十歲 這個大概抓不太出來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一些關係式 像是舉例來說 又是假如五歲的人 五歲的小孩 他可能身高不太可能長到兩百一十公分 這種數據就也可以容易抓得出來 對,就是可能透過一些關係 去看他是不是正確的 那再來是重複的數據 重複的數據我們之前就有交過 就是怎麼做 那再來是不完整的數據 就是有些missing menu 對 missing menu的話 通常在... 要看他是哪一種missing 那如果是做機器學習的話 應該有上過差補法 就會處理一些missing menu 就是在做研究的時候 我們有一些方法可以處理一些missing menu 看要給他平均值 還是要給他最高值 那個...那個... 那一個藍的最高值 max值還是最 minima值 這是都一種處理missing menu的方式 再來是... 那...不一致的數據啦 就是... 洗腎患者... 就是我們在... 洗腎患者... 如果要洗腎的話 他的EGFR 就是腎絲球過濾率大概 是... 某一個抑制以下 可能就要洗腎嘛 那如果他是90這個... 這個值的話 他是一個正常標準 那他就是一個... 可能會有問題 就是...他...他要洗腎 但是他的資料 卻是健康的一個數據 那再來是一個... 違反規則的一個... 就是... 我們搜案 是搜2010年以前的... 假設我們搜2010年以前的資料 但是他出現了2013年 就是2010年之後的資料的話 代表是有問題的 對 那... 這邊上面有一些個... 題外話啦 就是在... 統計公司啊... 如果要做... 就是可能要賺錢的話 當然統計很重要啦 但是最最核心的部分 應該就是... 在清理一些資料 你要清理資料... 乾淨了... 這個統計檢定才有意義嘛 要不然就是... 你有高估或低估的問題 那今天我們就是要... 做... 這個... 資料一些處理 那... 這邊就是... 我們有個... 資料... 這個資料... 這邊可以下載 那其實就是... 我們上一堂課... 我們上一堂課... 我們不是把... 這個... 那個... 病... 每一個病它是在同一個欄位 然後我們把它拆開到不同欄位 那大概它是已經轉制過好的... 一個... 一個... 那... 我們一樣先來讀檔好了 那這邊就是有... 病患啊... 然後... 它的日期 還有它每一個... 檢查項目的一個... Value 嗯... OK 那... 首先我們先... 就是我們可以... 一個... 一個欄位... 一個欄位... 慢慢檢查... 那我們可以先檢查我們的日期 那我們檢查日期的時候 我們發現... 我們去... 去查詢... 這個... Data... 這個... 你要發現它是一個... Beta的屬性 那... 在R元的話... 我們如果要... 看它... 要把它轉成日期的屬性 就是直接... Stator Stator 就可以... 轉成... 轉成日期的一個... 資料格式 我們再執行一次... 你可以看到它... Data 這樣可以嗎 那... 在...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如果我們的日期啊... 就是... 其實是有錯誤的日期 假設我們9月... 那... 2月29... 某幾年可能... 沒有2月29... 29... 那如果有出現這種... 錯誤的日期啊... 它在... 它轉成... Data的時候... 錯誤的話... 直接變成... NA... 這樣可以嗎? 那就是說... 我們把剛剛那個... 檢查的資料... 我們把... 剛剛... 把這個... 資料的Data... 轉成了... Data之後... 用... 去判斷是... 是否有... NA... 我們就可以看到... 有... 有兩筆是True嘛... 有兩筆是有NA的嘛... 那我們可以把它抓出來... 到這邊的寫法... 都看得懂齁... 你看... 這樣... 它就可以抓出... 它的... Data... 是NA的... 那我們可以去看看一下... 它原本的... 呃... 我重讀一下... 第45筆跟第68筆... Data... 那我們可以抓出來... 那... 這原本的Data裡面... 它的Data... 6月沒有31天嘛... 然後這一年的2月29... 可能沒有... 這一年2009年沒有2月29號... 這樣子... 這兩筆就是有問題的嘛... 好... 嗯... 那... 呃... 我們以前啊... 可能大家在寫程式的時候... 欸...後面還有... 喔... 這邊後面是一樣的啦... 我再貼仔細一點... 把這個貼過來... 喔...是一樣的... 你看到... 好... 那... 以前大家在寫程式的時候啊... 就是... 可能... 寫得很隨心所欲啦... 那... 寫得隨心所欲的時候... 你們可能... 呃... 可能下一個禮拜... 再看之前寫程式... 可能... 自己看... 看了都看不太懂... 呃... 所以大家在... 在寫程式的時候... 可能要養成一些習慣... 那... 幫助你以後... 未來... 在讀你... 你以前寫的程式... 就是... 比較容易看得懂... 那... 我們可以用警字號的方式... 來註解它... 就是... 這一行程式大概是在做什麼... 你的... 目標任務是什麼... 那... 像這邊就是讀黨嘛... 然後這邊是... 如果... 萬...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 你的... 寫... 寫的方式不一定要像老師這樣子啊... 就是... 大概讓你... 自己很... 明白... 瞭解... 這個... 這段... 下面的... 語法... 是在做某件事情... 那... 這邊... 這段... 語法就是在檢查你的... Data... 是不是有錯誤這樣子... OK... 那... 但是還有一些寫的方式啦 像包括這個你們是要控格還是沒有控格等等的 如果你們習慣是都控格 那你們就寫的時候就都一致 就是不要有的是長個這樣子啊 有的是這個樣子啊 有的又都有控格 就跟寫論文一樣嘛 寫論文寫文章 格式要一致嘛 大家老是看的才會舒服 對 然後再來是有些像回春啊 有些人好像就是會 貨回春然後都寫在同一行這樣寫 然後裡面有if 什麼else等等之類的 這樣的寫法都不是讓自己很容易理解 你的寫的程式嘛到底是什麼 OK 那假設我們已經都了解這個程式語言的 就是寫的優雅一點 那我們就接著繼續看一下 假設我們現在要去檢查Stage 就是腎臟病 CKD的腎臟病的Stage 它只有1到5期嘛 那如果不是1到5期的話 我們可以用%1%的方式 就是1到5的把它抓出來 那前面有個金探號 然後就是不是1到5的 就是是True嘛 那我們把它存在WarmStage裡面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那就是這一筆可能是True 這筆可能有問題 裡面有一筆是有問題的 OK 那再來是 我們可能是 像我們在做一些血液生化值 我們的 有一些血液生化值 它是有恆定性的 它只能在某個鬱子區間 那像假離子的話 我們通常不會 所以 低於1.5的或高於10的 是代表你的資料一定是有問題 對吧 如果你們 大家都應該是瘀血系的 應該很了解這些 那我們可以透過 鎖印的方式 把它抓出來 這邊就是DATE 假離子 大於10的 或是 這個是或的意思嗎 然後DATE 假離子 小於1.5的 把這個資料 這個是 這邊前面都還沒有 沒有東西 但是 我們現在 這個 這個 這個環境 就是 它這個鎖印 然後 這邊是產生 新的 新的嘛 新的欄位 的這幾個 Index 或是RAW 給它是True 可以嗎 可以理解 好 那 反之的話 就是這邊 直接是小於等於10 然後 且 且 大於 1.5的 我們給它 False 它是正確的 給它False OK 那接著我們 要把這些錯誤的給抓出來 把這個1K 錯誤的 用等於True 抓出來 但是 大家看的時候 發現這邊 好像 顯示了結果 好像有點問題 這個問題 應該大家都很清楚 是什麼問題吧 知道是什麼問題嗎 隔四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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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把錯誤的 錯誤的抓出來嘛 但是我們只要看這兩筆 對吧 只要看這兩筆 那其他的顯示出來是因為 你是用等於等於數 對吧 所以我們要用percent in percent 這樣顯示才比較好看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就是錯誤的假離子 它是key到139 對吧 這樣這個資料是錯的 ok 那 我們的練習一 就是我們有一個stage 跟這個ending GFR的一個relations 的關係 就是一起的話它的GFR 是要90以上 2的話是60-90 3的話是30-60 4的話是15-30 5的話是15以下 那這個 這個練習體 你們一開始在想的話 應該都會是想到 用if else來做這件事情 那其實這個是可以不用 if else來做這個 所以我們就試著不要用 if else來做這個練習體 基本上看著前面 看著前面 基本上你可以做出 這個不用if else的方式 那給大家一些時間 那給大家一些時間 叫做my stage 那我們就是看這個 就是這個GFR大於90的話 是1期嘛 那大於60且 小於等於90的話是2期 那後面的話我們去就是3 3至3到60 那我們這是 3 這邊就是改成60吧 30 然後這邊是15至30 然後最後是 然後最後是 小於15 小於15嘛 小於15是第5期嘛 那 我們接著 要去 我們要怎麼去看 就是我們這個my stage 跟原本的stage 是不是有 有問題的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抓出來 這是正確的嗎 那我們是不是要把錯誤的 可以抓出來 是不是直接 原本的是這個 我直接貼好了 原本的是stage嘛 那這個是新的嘛 新產生的嘛 那就是說 這兩個 就是相對應的位置去比較 是不是不等於 不等於的話 是代表它是錯誤的 對吧 那把錯誤的 就是存在這個one stage裡面 那這一題其實就是這個 這樣做就可以 那這邊你們可以看到 這邊也沒有用到什麼if else 先以符這個大於 就是可能你們一開始在想的時候 可能是什麼 類似這樣寫 類似這樣寫 然後把它存在 某個地方 什麼等等之類的 然後 給它1吧 就是如果用if else 大概是會是這樣做 你知道這個 可以用鎖影 鎖影裡面可以放 就是不領值去抓它的 位置出來 就是哪一筆出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不用 用if else來做這件事情 這幫助你的 程式 優化滿好的 就是在做任何程式開發 其實 能盡量不用 if else 做一些事情 是比較好的 一個寫程式的方式 這樣子 好 那再來是 第二節啊 就是 我們可能在做一些 像健保局 可能我們 規定醫院 每一個人啊 每一個人的 送過來的 資料 每兩個月 只能申報一次 那 那如果 我們兩個月以內 就是兩個月以內 申報太多次的時候 我們是要把那個人 給抓出來嗎 這樣可以嗎 那到下一堂課的話 我們才會把問題 給我問題的比數 給抓出來 那難度就是 再往上 提升一點點 那這樣的規則 我們就是先了解一下 我們先把這一節課 先 這一小節 先定義好 我們就是我們要做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要把 就是同一個人 然後兩個月申報 太多次的 給有問題的人 給先抓出來 那再進入這個 呃 再進入程式的部分啊 我們可以先問一下 就是 呃 呃 先問一下就是 呃 如果是你們的話 我們會 第一步會怎麼做 收這些data 還有 還有嗎 先把一個人的資料給抓出來 subdata 然後 再來是 我們要去檢查 那個 日期 就是要去做 第一筆跟第二筆要相檢 對吧 大概 就 我覺得蠻好的啊 可以想到這樣 就是一步一步拆解 對你的寫程式 的任務 就是 會比較有幫助一點 對 等我一下 好 那 這邊一樣 這邊前面的步驟是一樣 我們就是先把 他那個 data data的部分 就是先 先轉換 先確定好 先把 把有正確的日期給做好 OK 那接著 接著 接著我們是要把人 抓出來 那 這個人抓出來 有哪些人 有幾個人 這個就是batter 跟levels 這個 大家應該都很熟悉了吧 就是 這個資料裡面有多少人 我們可以透過levels跟levels batter跟levels 給抓出來 裡面有全部 有幾個患者 或是幾個不同的人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抓出來之後 我們是不是要把這個 第一個人的人 給抓出來 那當然是我們也要先 我們在這邊 給他一個repeat NA 就是我們要把錯誤的人 有問題的人 就是填到 這個 這個空的向量裡面 我們以前就很常做一個 就是你要 產生一個東西 我們都是先 先產生一個空的矩陣啊 或是data frame啊 然後再把有問題的給填進去 這是我們以前很常做的做法 對吧 那 現在我們就是把第一個人抓出來 那這邊的話就是i等於1 因為我們這個一定要做回圈嘛 我們是要找不同人 所以這邊一定要做回圈 那回圈的話 我們的寫法都是 剛開始在學的話 我們就是有i等於1 先開始慢慢拆解出來 那這邊是passion 就是 他的原本的data的那個passion 那這是 你抓出來的人數 我們可以看一下 抓出來的人 是哪 第幾筆這樣子 他的ID 這樣子 我們再看一下他的head data好了 這邊 這邊 這是他的passion 他的ID嘛 那現在 就是他全部有這些人 這個 同一個ID是同一個人嘛 所以我們可以先做第15個人 這個ID的這個人 先把他抓出來 那他subdata就是有兩筆 這樣可以嗎 這個人有兩筆 那這邊 那接著我們是不是要把他的日期給抓出來 我們這邊 是不是要第一個日期 第二個日期 減掉第一個日期 對吧 我們剛才講的是要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檢一下 那我們這樣相檢 是不是小於 差48天 那我們是不是說要小於兩個月 是不是要小於60天 那這樣就是給你去處 對不對 小於60天的話 就是我們規定就是兩個月以內不能重複申報嘛 那一樣 這樣子我們是 這個 同一個人 假設他有很多筆 我們再看一下有沒有比較多筆的 好像是第五個人吧 喔 第五個人 這個 這個 這個人有無筆資料嘛 那我們這樣子的話 他是不是就會 做了五次 做四次啦 就是我們要檢查四次嘛 所以我們這邊 要給他一個 這邊是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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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邊先比較好了 那我們一樣 這邊 給他一個 Answer 就是 我們要檢查四次嘛 所以我們是這四次都要存在某個Answer裡面 那 這邊的話 是不是要看他的 弱 N弱 那 那 是不是 Subdata 然後 但是因為他是五個 五個 五個 要減一嘛 他是五嘛 這邊出來是五 但是我們檢查要檢查四次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這個Answer 填到J裡面 把第一次的檢查結果填到J裡面 就填到Answer第一個J 這樣可以嗎 好 這個我先放在這一層 那 這邊是不是可以包成迴圈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包成迴圈 先檢查一下 這樣就填進來了嘛 那我們是不是包成迴圈 這個 大家應該很熟悉 J 那 這邊的 要多長 要多長 是不是也是 N弱-1 是吧 我們再執行一次 我們重新執行 這樣是不是就把這個人的無比資料都檢查過了 對吧 對吧 那我們要怎麼判斷 它是否 呃 就是都是 都 我們要填到這個X裡面 我們是有True的就是要填到 這個有錯誤的人 這個 這樣都是錯誤的嘛 要填到這個X裡面 對吧 對吧 那 我們只能填一個啊 我們要怎麼判斷 做這件事情 裡面可能有True False False 但是它還是有錯 我們要給它是True 可以理解我現在的意思嗎 現在這個Answer 它 它是同一個人 但是無比資料 檢查4次 它雖然都回答是True True 那 代表我們在這個X X X是以人 這個錯誤的人 它是給它True嘛 那 現在 假設它的Answer 是True False False 是不是也要給它是True 對吧 因為它都有 它這個人有申報錯誤嘛 有其中某一筆申報錯誤 代表這個人都是還是錯誤的 對吧 可以理解 那 這樣的話我們要怎麼 只給它True 這樣的回答 這樣的結果 是不是我們可以用 Percent in Percent 這邊 左邊有沒有在右邊嗎 這樣就是就給它True 對吧 然後我們這邊 填到 i這裡面 X4這裡面 對吧 但這邊還有一個問題 假設 這邊是 這邊subdata 是 有無筆 那假設某個人 他只有一筆資料 我們是不是還要再判斷 對 用False 對對對 那 它只有一筆 它就沒有錯誤的問題 所以是給它False 是嗎 小於 等於小於 小於 小於二 等於一好了 好 改一下 改成大於 大於 然後L是 小於等於一是給它False 那所以剛剛那一串 是在下面這裡 對吧 那 這邊是不是直接給它False 這樣可以嗎 到這邊可以嗎 然後 這個是放在這裡 對吧 可以嗎 這邊可以嗎 好 好 那 這樣子 我就是在打包藤 挨這個回圈 這個是 Unpassion 那 我們這樣就基本上是寫完了啦 可以嗎 可以嗎 我會不會太快 我怕我太快 好 那我們執行一下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X 這樣就是給你True 跟False 對吧 那我們現在是 它給你True 或False 我們要怎麼抓出它一個人 這個人是哪些人 是不是把它當索引 X當索引 是不是可以這樣就抓出來了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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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嗎 OK 那這邊 這邊跳太快 對 這邊我覺得跳得有點快 好 那 這邊 這邊還有一個套件 還有一個語法 是用DIF DIF的話 就是 是 先複製這個 我看一下喔 我們放在這裡 Subdata 然後 然後 DIF 我們先 把它拆出來 這邊先 開 我們如果回圈寫好喔 我們有幾種 就是不拆回圈 把它拆開 重新寫 我們有這種方式 就是先給它 I等於1 然後這邊執行 從程式執行 但是你要知道 這邊NRAW 是True還是False 如果是False 是執行Else 對吧 那我們再執行下面 那我這邊就 這邊下面就是 一樣原本的東西 再做這個 日期的檢查 那我們用DIF這個函數 是不是我們可以直接抓出 這個是48天 對吧 那我們這個 直接是不是 給它 小於等於60 然後再把它填到這個 Answer裡面 這樣是True嗎 但好像還有一個問題是 就是 現在是我們剛才講的 無筆資料 同一個人比較多筆 看一下 就是這樣的寫法的話 就是要多看一下 他這樣子寫的方式 有沒有問題 這樣直接是True True 也就是說 我們這邊 直接給他 這個就都不要了 直接給他Answer 就是給他是True 對嗎 對吧 這個是不是也可以不要了 會不會太快 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一樣判斷 這個是不是要填到 這個裡面 OK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 這個語法 那 那 剛剛我們有講完 假設 假設我們還有一層回圈 你要在檢查的時候 這邊 再給他一個 J等於1 你就可以慢慢檢查 你的回圈 裡面的東西 就是他到底怎麼運作 那可以是試著去改 那還有一種方式就是 直接給他Stop 如果是小改的話 我建議可以用這個 那如果我們現在按Source 他就會停在這個東西 這個裡面 這個程式裡 前 就是他只執行到這裡 但是你要注意的是 他這個I 是等於1 因為他只 經過一次回圈 他就遇到了這個Stop 你可以理解嗎 那現在就可以看到他的Answer是什麼 那我們一樣就是透過這個方式 用DIF這個方式 我重新執行 一樣可以把它抓出來 OK OK 這邊 基本上是一樣 看一下喔 後面 後面基本上是還好 那我們一樣 第二個練習期啊 基本上 你們可以去 貼一下前面的語法 或者是 再稍微想一下我整個 整個過程 什麼一步一步慢慢把它完成的 然後 接著第二題啊 電習2 就是 我們有一個GFR 那我們去算他的斜率 斜率就是 也就是說平均一個月 變化超過2的人 我們給他存在這個變數當中 這樣可以嗎 那 進度條也可以加 就是 也可以試著去加進度條 那如果沒有加進度條 當然沒關係 最主要是 這一個 加就是 去檢查 這個斜率變化 平均一個月變化超過2的人 我們把它抓出來 可以嗎 那給大家一些練習時間 好 那 我們就是要去檢查 就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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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FR 平均一個月有變化超過2的人 那我們是不是 我們可以用剛剛那個 STEP 先執行一下 執行到這裡 然後 我這邊前面中間加了一行 就是這個 subdata裡面 這個人 假設有5比或是2比 它不是 我們剛才講DIF 它不是可以去算它的差嗎 那我們是不是把它存在這個變數當中 那我先執行一下 那我們看這個 DIF的EGFR 那它就給你一個數值 也是1.1 這兩筆之間差 差1.1 那 我們是不是可以 去用這個差 去除以 這個 subdate 這個 它的日期 這樣就是可以算出它的斜率 對吧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看一下 但是執行之後 你發現它會出現ERROR 你會發現它出現ERROR 那我們去看一下 它這個ERROR到底寫了什麼東西 它這邊寫 Second 就是這個 第二個這個變數 它不可以是DIFTIME這個格式 它不是數值 所以你們可以去檢查一下 class 它是DIFTIME 那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它是NUMENIC 那我們是不是直接 把它 轉成 轉成數字 這樣就可以了嗎 那就是小於 我們這邊好像還要乘以30 是嗎 除以30還是乘以30 看一下 好 乘以30 要轉換日期嘛 對不對 因為我們原本是月嘛 要轉換成日期 OK 然後 是小於2 平均一個月超過2的 所以是大於2 存在 answer裡面 應該是這樣 看一下 這樣又抓出來了 其實就是很簡單的 我們中間加了這幾個 東西 然後去判斷 是否有沒有 有沒有那個 寫率有沒有超過2 那就是遇到 error 因為我們很直觀 我們前面 我們一定不知道 要加這件事情 我們直觀遇到 這個事情 它給你 error 那我們就看它的錯誤 它的訊息 給你的錯誤訊息 再去debug就好 這樣可以嗎 那中間還有加一些 那個 那個 進度條 還有一些 本來老師寫的語法方式 那都可以去看 參考一下 那最後 結果是 基本上是一樣的 那 這一節課簡單的介紹 就是我們 資料清理 可能會 可以做的事情 但其實總歸一句 就是從上節課 到這節課 或是 前面幾節課下來 就是 基本上你們要 核心 如果要對於 寫程式這件事情 要 要進步的話 就是 你要把問題 給拆解出來 不管是哪一個小節 基本上 回答 遇到核心 就是你要把問題 給拆解出來 或是 你要做的目標 給每一個步驟 給拆解出來 然後一步一步的 就把程式給 寫起來 那 就可以 可以 完成這件事情 那 回家練習 就是如果要 練習寫程式的話 就是 你們不要 就是 可以看著 就是 每一個練習題 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然後不要看 後面的程式 就是 自己先憑空 想出來 要自己先 思考過這件事情 才有辦法 就是 程式才有很大幅的進步 就是 如果你們還是 參考著 我們的 步驟去做 就是 參考我們的 就是 你還是在順著 我們的思考流程 去寫的話 呃 可能還是 對於 未來 某個任務 我們沒有 沒有交的 某個任務 你們要做 你們就會 不太知道怎麼做 對吧 所以就是 思考這件事情 蠻重要的 就是 有助於 你 程式上的進步 程式只是工具 我覺得 想法 你們自己在寫 在寫的時候 你們 可能 每一步 跟每一步的步驟 跟我們不一樣 那 最後的結果 都還是可以做出來 那 基本上 就算 我們就可以說 你是會寫程式的人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上課就到這邊 了